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这个超级联散 观众方珍宝阁对面夫子妙 双方都是上的一个大唐家咒诗的女儿国标 鸟阵,大鸟阵 咒诗国标的话容错率会稍微高一些 因为咒诗不错,具有一定的辅助能力 就在消耗方面也不错 那可能单件能力的话比神木林差得点 就轻宝宝能力也差得点 但消耗和辅助能力肯定是个比神木林更强的 所以他们选择上咒诗也是算上一个比较稳妥的方式吧 毕竟这个超级联散也算是一个正规赛嘛 黄泉之心抓一抓 现在一速以及 咒诗的速度 对面咒诗不错,四速 这么快的吗 这有点太快了吧 物理系速度也是在对面 最大方是给大唐占了一个尿头位 就是来抢速度的 这就咒诗不错来展现他的一个辅助能力了 大唐的话这边是2.0元 地虎是1.0元 对面大唐是1.0元 地虎的话是3.0元 那就现在4.0元了 一把精青放出来 对面这波倒是可以点一点 小嫂来点观众方的大唐官佛 咒诗不得的抗性也不错的 比神木林可要高 高不少 佛法无边 来晚了 对面咒诗4度 化身4的话是5度 上巨剑点的 1.0元的巨剑 点到观众方大唐 这波对面可不亏啊 女儿村有1速的情况下 给观众方女儿村来个针 他就可以顺利的延长了 对面女儿这还是个3.0元的针呢 你这个针不打 你延不出来 但观众方1速拿回来了 反手给对面地虎来一针 对面女儿村 空一空观众方的女儿 也没有工作 小死亡 没挂中 突然响点观众方的化身4了 法莲也没有触发 诅咒之声 再补一下伤害 这胆子有点大 突然响点化身4了 又是一把巨剑 打得这么凶吗 还真差一丢丢啊 出个法联还真有 法官的化身是拿下的可能性 你虽然有163 但163也不是一定出发 只要出法联就能打出163 后边的宝宝再破一破163 确实有这可能性的 轻蚀一个 孤163了 四身香 赶紧控女儿村 无魂扔给化身4 还真舔了 哎呦 这个化身4看得 看得揪心啊 太揪心了 就没人碰一下他吗 有没有人碰一下 又给了一把笑礼 还真是没人碰 观众方也没管 对面 他也没管啊 化身4就这么揪心的 在场上站着 观众方肯定有宝宝给砍大惊的 这是一定的 哎 大鱼咬了一口 继续163 肯定有宝宝卡大惊 肯定 肯定吗 哎 我怎么现在有点不太肯定了 还真的没人卡大惊 磁心吸走 这要被哭死 继续163 卡了一五龙丹 推拿了 哎呀 这163救命啊 差点没板子 化身4给送回家去啊 小死亡赶紧反点一下 对面的女儿穿 观众方也得上剧剑了 化身4推拿也用了 上剧剑 走你 把前流 对面 女儿 163 一听被 剑射而死 大痛触发轻蚀 观众方大痛被鼓死 砸个钱 砸掉 没了女儿穿 观众方地府 随便延长 随便延长 小嫂对面 也点女儿穿 同样的方式 也给观众方吃一手 一把 无魂扔给大唐 这把 无魂 可是要救命的 这个血量 队友 如果贴一贴的话 这应该杀不掉啊 主要看这女儿穿 平时同事关系 处得怎么样了 来 处得还不错 贴一贴 再贴一贴 可以的 贴住了 同事关系 处得不错 再贴一贴 再贴 一贴一贴 继续 一六三 火下来 头上没有紧箍咒 观众方没问题 有葡萄山的灯 再加一把 金青 完美解决问题 现在就是宝格的 大优势 这回和地图 只要延出去就可以啊 扔了一把 无魂 七星咒 哎 这是一定要保一下的 延长送出去 这回优势就很大了 手里还有一点零元 化身色 需要快点的把人心叠起来 没风中 小死亡 再点大汤 直接砸掉 对面 咒试的速度 是特别快的 所以化身色 等不到他 活血 哈哈 观众方 大汤就又被弄死了 小死亡 再点 扫到宝宝了 也行啊 扫飞了一个宝宝 我对面也不算太亏 无魂 对战方也延长了一下 观众方 女儿村手里没针了 对面也是把延长丢出来 这样的话 好香 双方还得往下套一套 你延长了他的女儿村 他延长了你的大汤 双方都很难受 观众方现在 只有消耗能力 没有点杀能力了 你单咒试的话 单咒试想点杀 就得上佛法无边看脸 你才能去点上 还得配合地丁和善恶 女儿一把 青蛇 所以对战方是可以熬到 自己女儿村站起来 然后再说的 小爽再点观众方 女儿村 就是不得那边被控 化身色 回下大汤 趁这个机会 多抓对面 大汤几次 反正我大汤倒地了 对吧 你抓不着我 我能抓着你 能狂抓他的 走势背后 没有紧箍咒 没问题 人把小爽解掉 直接要逆境了 逆境成功提前 拉起自己的女儿村 笑了观众方一脸 还把紧箍咒 给解掉了 不过这么耗下去 对面的药品不够用 对战方的药品消耗量 比观众方大很多的 所以宝哥就慢慢给你耗一眼 不是说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再加上孤子庙的话 在地庭方面 你是冲不动观众方 你如果拿地庭 冲不动观众方 观众方慢慢给你耗呗 耗到最后你没耗了 观众方打起来就随意了 就对面想说 我不想跟你耗 我想把你推掉 我想冲刺你 才冲不动 这就是冲子庙存在着一个 很大的问题 就地庭方面的问题 吃着扔一个 武魂 起者观照万象 攻击厅 亲亲宝宝 倒是无所谓啊 观众方这边宝宝还多呢 少个几几个影响不大 主要是想限制 观的红臭 是不够的一个出手 月下 风进去 再延长一下 这个大同观众 防逆境 就时不时得放一放 因为你不知道 他啥时候逆境啊 这东西 就是防逆境的难点 其实在哪 就是这种 对于信息的位置 你不知道他逆境 比如说你这个 假如说你有一个单位 要倒地十个回合 最起码在这十个回合之前 他都有可能要逆境 但你这就不好猜啊 你不可能每个回合 都急急歪歪啊 对吧 这个东西不现实啊 所以防逆境的难点是 你不知道他啥时候 就要逆境 这就有一点 我不知道兄弟们看不看足球啊 有足球那个点球 就是你扑出来 肯定是守门员的功劳啊 但是扑不出来 守门员也无过 也没什么过错 你老看足球的 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其实防逆境也是一样 你防到了 这就是你 指挥的功劳 你没防到 也不能怪指挥的 也不能怪指挥 哎呦 还早着呢 还有六个回合呢 这大刀还早着啊 我还以为快了 这倒了半年了啊 对面继续换地厅 想尝试的冲一冲啊 毕竟现在对面 他是一个五打四的情况 对面也没有太好的突破口 这就是注视普多的好处 关键时刻 我抗性在这顶着呀 你想点我不容易啊 这要是个神木灵的话 对面可能冲着神木灵 他就来了 神木灵没什么抗性的 应该说是他们现在主流的一些玩法 抗性最低的一个门派 九黎神别了 九黎神现在还不主流呢 再要求 带的团队不多 只能说厉害啊 但带的确实不多 战利加上 再针对冠战方的化身 想赢还得杀化身 顶着指 而化身硬得跟个 跟个钢板一样 这完全搭不动啊 21里去啊 这后边再跟个攻击厅 挠痒痒 再来一个 1200 不行啊 这杀不掉的 诶 不对 诶 这次就没了 就差一寸呢 头上有个普多山的灯 这一寸 补不上刀啊 这一寸来了 208啊 把冠战方 化身色拿下 化身色 现在武特的人性 已经又点满了 小嫂 再连女儿村 也没有挂中 相生相灭 这一寸啊 对面终于是够着了 可惜啊 身上没有任何的死亡状态 但也够 冠战方难受的 把山里皮清掉 拉起化身色 要不要继续推拿呀 继续推拿 这回没推爆 只推了一半血 七千罗 暂时够用 直接封一波特技啊 火一口 赶紧叠人心 叠个三层的人心 最起码心里踏实啊 三层以上人心 是绝对够用的 再来一把金青 好像宝格这边 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这几波耗下来以后呢 冠战方大方 下个回合 终于是可以站起来了 这一波也把冠战方的药品 打下不少去啊 但是还是要比 对面的药品要多很多 继续走地厅 控咒识 加战力 有刺客 会员散 黄泉之息 再加一把战力 拿刺客 继续杀观众风的化身色 这没得挑啊 这 把小嗓解掉 一把巨剑 压压血 九番青年 硬仿一手 观照万象 也没点化身色秒 也知道秒不动 但是能秒到 群法能带到一些 带个几十一百多的血 看看这个刺客 能不能出手 舍着 防地厅 刺客 出手了 贴保护 九番青年 上上上上上 上啦 大疼可以拉起来了 再招个宝宝 两层的人性啦 不怎么样 现在比较难受的 就是面对其他那些 顶尖的豪门 他没有办法将自己的优势啊 就转化为盛世 他转化不过去 而现在他们统一的方式 其实说白了 就是地厅嘛 而且怎么把优势 转化为盛世 就拿地厅 就不怎么样 这方面 不太行 太困难了 不怎么要厉害 是他们只会厉害 想的一些 在硬件跟得上的基础上 这也是前提啊 就硬件跟得上的基础上 看具备 自己的一些创造力吧 所以 不怎么样 也算是在各种大赛里 有一个相对还不错的成绩啊 就老板们把硬件 我给你跟得上 我 没他们强啊 但是 反正 不跟他们打 然后通过指挥的一些操作呀 想法呀 把他硬件最大程度的发挥出来吧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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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7轮 8轮 8轮车 再来 1轮 2轮 3轮 4轮 5轮 6轮 7轮 再来 不能输了 2轮 1轮 2轮 4轮 5轮 6轮